其实也有一点类似于刚刚那一题 不过这一题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我想 画外面的圆 这个30 半径60 直径60 然后里面的话有两个 两个直径为 25.6 那这边的话 特别注意其实底下的圆比较好画 底下这两个的话怎么怎么画 因为他有给我们讲那个直径 那其实我们可以 在这边画一条线之后的话 就会有几个讯息呢 可以切切半 半就除以2 就是12.8 所以这边的话12.8就切出来 再把它复制或进射一个过来就好了 比较麻烦是上面这个 那你想说上面这个怎么画出来呢 你想说 这是不是可以用什么 比例可不可以画出来 其实这一题如果你用比例的话 应该是会有问题 如果说你也想说老师那我知道 切切半 那我给他切切半五个 然后呢 切切半另外的话呢 另外再把它复制一个出来 那可是问题来了 你把它放大之后会产生错误 我们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这一题的话 该怎么来做 首先的话第一个 先把它画一个半径为30 Enter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直接在这边画一条线 往上 中线 然后就用什么 绘字里面的那个圆里面的切切半对 切切 12.8 OK Enter 另外一边的话 你可以用近射 选这一个空白键 用复制也可以 反正就近射或复制都可以 那这一条线就把它delete掉 那如果用刚刚那个方式的话 你想说切切半 然后再把它用两个 再用什么 比例放大都可以 其实会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你切完之后呢 它放大之后这个圆 它的半径增加之后就切不到 所以用切切半这个方法就行不通 那我们要怎么做 才可以刚好 我需要一个什么 这边已经有两个讯息 切切 一定要切这两个 对不对 但是我少了第三个讯息 切切 如果有个半径 那我可以切出来 或者是多一个什么 再多个切边 那我就可以用切切 三切 就可以切出这个圆 那我要怎么用三切 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方式 我想这个你们才可以 如果今天我希望在这边切 我可以先在上面画 那我要怎么做呢 比如说我现在先在上面 往下追踪 用五好了 大概半径为五左右 Enter 先追踪五 然后再画一个五的半径 它一定会切上面的这个边 对不对 然后再利用复制的方法 把它怎么样 复制一下 从上面到下面复制 OK 那复制完之后 实际上我希望它长大之后 可以怎么样呢 切到这两个边对不对 所以呢 基本上 这两个放大之后 你会这个其实 也就是说将来 从这一条线 我延伸出来 切到这个边之后的 再切过来 其实如果说我今天 有一个圆的话 那个圆 也是跟它一样的话 那一定也会跟它相切的 一定会跟它相切 所以我就利用这两个圆 这两个圆 看这两个圆 我就先在这边画一条辅助线 从这边延伸过来 Ctrl加右键 这边有个焦点 切点 切点一下 切 一定会切这里 切这里 然后点一下切点 再出现延伸线 延伸过来之后 这边就一定是延伸线 一定延伸过来之后 会有一个什么 焦点 点一下 然后呢 就会多出 这边的话 就会有一个 有一个边 那这个边实际上 就是我们要的那一个 切切切的那个圆 我这边先 先不要把这个删掉 这两个我先把它用 红色涂层 等一下各位看会比较清楚 那我就利用绘制里面的圆 切切切 切切 切 切 切出来之后 各位有没有看到 我就切出这个圆之后的话 然后呢再把它什么复制一下 把这个复制 从这边复制上去 空白线结束 你会发现怎么样呢 居然刚刚好 就到顶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我没有把原来这两个圆删掉 主要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一条线延伸过来之后 它会切到这里之后 也会切到这里 那你会发现呢 如果你切到这里之后 这个小的圆 它原来的比例 到这边的话呢 相切 它也会维持 所以我们 事先画出上面这两个 主要是要得到这一边 那就可以画出这个圆之后 另外一个也可以产生 所以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可以试试看 那像这一题 那个证照考试有考过 它不是只有两个 你们等一下如果画完两个之后 你可以画三个 我记得那个证照考试题目 是要画三个的样子 那如果你们也可以稍微变通一下 画三个看看 我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 好